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而是去爱那不完美的人生 那么真正的快乐 也不是代表一切都是完美 而是你不再去纠结那个不完美 我们今天想要请到的来宾 有一位是这个资深的歌手 那他曾经走过人生的自我怀疑 对自己的价值有些不怎么肯定 但他如何从不同的角度 重新发现自己呢 那么另外一位是这个女团 出道的偶像 但他嫁给了一个别人说 好像不够有钱 不够帅的离婚男人 如何度过甜蜜的十年 相守一生呢 怎么在不完美的人生当中 发现那份完美而且觉得满足 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 好 第一位是歌手邱海振 欢迎海振姐 清姨好 大家好 欢迎 一人赵小桥 欢迎小桥 嗨 清姨好 大家好 小桥待会要给我们做的是这个 野宅说的料理包 对 因为我出了我的 赵小桥野宅说的料理包 对 待会现场弄给大家吃 今天有口福 太棒了 新的斜杠身份 好错的料理包 是的 不容易 精神科医师 王医师 欢迎 大家好 好 资深媒体人文婉 欢迎 大家好 我从小桥 还真的先问起 你本来是个运动员 怎么会去当歌手 其实我从小就很爱唱歌 只是说我那时候就参加那个 就是我们那时候叫做 区运会 现在叫全运会 然后他们就有那个选手之夜的 歌唱比赛 然后我其实就想要得到 那脚踏车 然后就去参加比赛 那没有想到就是台下 有一个体育记者 然后她的太太 因为是在中广 在当那个播音员 所以她认识刘文正 就这样子误打误撞的 其实完全没有心理准备 然后没有想到就是 对 就是我这种运动员 大喇喇的个性 我第一眼看到她 我就一个箭步上去 刘大哥你好 我就这样 我就握手 她就吓一跳 她以为歌迷来了 但是我觉得 可能是这样子的一个行径 让她觉得好特别 对 很开朗 很健康的女孩子 所以她就在很多人当中 她就选了我 是最没有经验的 真的是有眼光 真的 当年的 飞银三珠红透半边天 我们看一下这个照片 还记得吗 好可爱 这就是我的 对 这个少女时代的时候 我们就说好棒喔 是 我们那时候 都要穿制服 对 我小编飞银三珠 一能静方文凌 对 你看看 是我们三个人 这个是多久的照片 至少三十年了 三十年了 三个人其实都有 各种不同的特色 而且你们算是 红得非常快 我觉得真的是 因为刘文正的关系 所以很多电视台 不能拒绝她的通告 所以我们那时候 一开始就上 而且是刚好过年 特别节目 转来转去都是我们 所以其实红得蛮快的 那时候同学都很羡慕 我的同学是明星 对 很多小女生都明星梦 觉得当明星好好喔 但听说你那时候 觉得不快乐 为什么 其实你刚看到那些照片 你就晓得 我们就要穿制服什么的 很好看喔 我们并不是一个团体 那我们只是因为有一起合唱歌 可是你要画面比较好看 然后就要穿一样的衣服 就像前面下一张那一张 对 然后就是大家要穿一样的衣服 然后这些衣服 大部分都是衣能镜去挑的 他都以他穿最好看的 为原则 对不对 原来是这个原意 对啊 因为他永远他都最漂亮的 然后你知道我又是那种运动型 那大辣辣的叫我穿那裙子 我就不知道手要放哪里 脚要站哪里 所以那时候真的非常不快乐 而且因为我的你知道运动员 当然就是比较健壮 我永远站在那个当中 我就是像一棵大树一样 保护他们两个小鸟依然 对啊 然后我记得那时候 我们还拍了 就是公司 因为就是跟唱片公司 跟一些影业公司 朱延平导演他们合作 那他们演戏的时候 就会那个大头兵 然后我们就是唱主题曲 之后就有一个电影 叫我们要去拍 叫霹雳金花 然后就向中了 我跟一能静 我们要去演 可是因为我的行 就是属于那种非常阳刚 就很能打的 然后我就要演那种就是 好像就是跟那个男的演员 这样子就五行一直这样对打 然后一能静 同样我们拿一样的钱 他就是在室内然后这样打电脑 他就是智慧刑办案的警员 智慧刑办案 对啊 那我就是一定要 因为他没有你这个底子 跟歹徒打来打去 后来我就决定说 我绝对不要演戏 如果演戏我一定要演 软淋浴我才要演 所以不可能 你要未找我演戏 动作太小了 对 所以其实在演艺圈来讲 我是觉得我自己在里面 不快乐 其实最重要还有原因就是 其实我是非常阳光 也很就是乐观的 可是我唱的都是一些 要死不活的情歌 那时候流行啊 对啊 永远就苦着一张脸 所以我觉得真的唱起来 很不快乐 所以那边其实没有找 你真正的定位 对 你后来其实有机会 进军国际 但你后来选择退出歌坛 其实这个也是很难的决定 对 这个蛮难的决定 因为那时候其实我 我换了一个唱片公司以后 他们说服了我 就是希望他们看到我的 这种心 其实跟欧美国家的歌手 比较像 所以他想把我打造成那种 国际巨星的感觉 还跟澳洲的歌手合唱这样子 所以那时候打算呢 就是进军国际 对 不过那时候就是 刚好我碰到 我的父亲就是被医生 检查出来是肺癌 而且是末期 所以那时候其实 对我来讲我觉得 那个心情是打击蛮大的 那因为我们家 我们从小我们兄弟姐妹 家庭的感情都非常的好 那所以我就是负责那个 就是带爸爸一直去做电疗 做治疗的人 因为我的工作是比较可以 就是随性的这样子 但我觉得最遗憾的就是 我爸爸过世的那一刹那 我没有在他身边 对那时候我在舞台上唱歌 那后来本来下了舞台以后 我本来就是要去庆功宴 结果后来打电话回家 说我会晚一点回家 结果那家人就跟我讲说 可能你不能去 因为爸爸过世 对所以那时候其实 让我非常的难过 然后我也觉得我不知道 我这么努力要干嘛 所以我就那个当下就有个意念 就是我再也不要做这一行 我再也不要当歌星 没什么了不起 我想把我自己还给家庭 所以就萌生退役 对就慢慢慢慢淡出歌坛 这样子 所以也因为爸爸的这个 突如其来的打击 让你的人生顺序重新去釐清 然后你也很快就结婚了 因为那时候医生宣布 爸爸只剩下三到六个月 那在陪爸爸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常常看到爸爸就是 好像很没有精神 然后胃口也不好 我就一直很想要逗他开心 那有一天他就在车上的时候 他就叹了一口气就说 家里面的孩子都结婚了 就剩下你还没有家 这样子 结果那天 我这句话就一直放在我的心里面 所以我回家 第一件事就打电话 给我男朋友 其实我男朋友是 我们真的是从体专就认识 他已经追我十五年了 然后基本上从我们毕业 他就一直很想要赶快娶我 可是就一直拖拖拖 因为每一年都要出唱片 结果后来就 我就打电话 他坚持了十五年 是啊 然后我就打电话给他说 可以娶了 这样子 终于 原来是你来求婚 对 然后他就吓一跳 他说好 就挂断了 所以这个两秒钟就是我的求婚 然后我们就 唱片公司也有点点吓了一跳 但是呢 其实那时候我也没有什么偶包 就是反正我们就办了 就是很大型的那个婚宴 就是要让爸爸很开心这样子 然后爸爸可以牵着我走红地毯 可是我觉得那一个红地毯的 那一个路程 是我觉得我人生 我觉得最 我觉得最艰难的这一段路 因为没往前走一步 我就觉得爸爸好像在离开我一步 对 他只要把 把我的手交给我的丈夫的时候 好像完成一个任务了 我就泪崩了 到完全真的不行了 我觉得那一手一放开 好像就是永远都牵不到的感觉 所以事实上其实那个婚宴 给我的感觉 不像一般那种新娘的喜悦 就是五味杂成 希望那个婚宴举办 但最好永远都不要结束 真的 所以也因为那样的一个决定 我就匆匆地就是进入了婚姻 那也很好就是要有点冲动 对 可是那时候 我都完全没有觉得我结婚 我都还是在台北 因为要发专辑 然后要宣传什么的 所以我就大部分还是住在台北 都忘记自己结婚了 是妈妈提醒我说 你已经嫁了 这个有婚子 对 你应该偶尔回去一下这样 才想到对 让我结婚了 对 老公也没提醒你说 我在这里 不过事实上其实我先 因为我们认识十五年的当中 其实就是聚少离多 他都是在嘉义 然后我都在台北 然后我的工作关系 他又比较低调 他常常就是开车把我送到 就是那个录影的地方 通告的地方 然后就离开 还好我有早一点就有男朋友 要不然我看我可能到现在 还没嫁出去的 真的 因为你后来你当了明星以后 其实追你的人 你会觉得你到底是追 你看不清楚 对 你到底是追哪一个我 对 所以我觉得 真的也很感谢 就是真的学生 实在会认识先生 真的 什么要谢谢爱我的人 跟我爱的人 要来听听海珍姐的经典歌曲 好好好 临时考试 可以可以可以来 好 临时考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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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盘不到我爱的人 我知道我愿意再等 疼不了爱我的人 片刻柔情他骗不了人 我不是无情的人 却将你伤得最深 我不忍或不能 我不忍或不能 别再认真 忘了我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 离不开我爱的人 我知道爱需要缘分 放不下爱我的人 放不下爱我的人 在乎的人 在乎的人始终不对 谁对谁不必须为 害我的人为我付出一切 我却为我爱的人 流泪狂乱心碎 爱与悲哀同样受罪 为什么不懂拒绝 痴情的包围 好 谢谢 经典 经典好好听 我们听Live现场版的 是的 我想问文婉姐 你怎么看她当年就是 为感情或是为她的家人 急流勇退 走进婚姻的心情 其实我们刚刚看到 《非英三叔》对不对 其实我觉得这里面 过程里面 因为海振姐有提到 可能那时候觉得不开心 不快乐 总是被比较 然后甚至会觉得就是说 自己好像 大家都漂漂亮亮的 我好像特别不OK 不如人之类的 我是觉得比较可惜的地方 像我身为就是 这样看她几十年 我是你的歌迷 那我自己本身也是记者 我觉得她比较可惜 她没有看到她自己的优点 但是你看 赛翁师 就是说你舍了 这个演艺事业这个部分 但是走进婚姻之后 其实你看你的婚姻是 反而是另外一条不一样的路 就是更扎实 更踏实 然后得到了就是说 另外的一个经营的一个层面 就是家庭的层面 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获得 对 有时候人生就是有失有得 有时候你也没有想过说 没有血缘的家人 反而会陪你的爱 走得更长久 我们先进广告 好 问小桥 你跟这个老公佐哥 你们在一起 从交往到结婚十年了 很多人好奇 当时觉得你们两个 应该是不同圈子的人 很多方面看来都不一样 怎么会走在一起 说真的我跟她 真的是完全不同圈子 完完全全 那其实我们好像 有一起拍过了几部戏 但我跟她完全没有对戏 甚至是之后 我结婚后粉丝才说 其实你们早在什么05年 什么王子变青蛙 你们就一起拍了 我从头到尾也不知道 你根本没有印象 完全没有印象 所以那时候那些人是空气 对 然后粉丝还po那个 总是有发布会 那新剧有发布会 然后就一排人 然后她就 我跟她站可能很远 我根本不知道她有拍 我完全不知道 就是到这种程度 对 然后就在2010年 我第一次去演舞台剧 然后我在剧里面演她老婆 然后后来就变得真的老婆了 真的 一系定情 我们是因为在剧场 假气真作 差不多这个意思 那一开始因为她是离婚 有带小孩 那你是年轻偶像女团出身 你会不会觉得有点压力 我会想说我会有更好的选择 我妈比较激动 会 对 我妈 什么 对 离婚 带小孩 就是整个一直大惊大惊 这样子 对 那我自己是觉得还好 而且其实我们一开始 在一起的时候 斗哥就有讲过 他说他没有希望说 我要进入家庭 他觉得就是我跟他负责 谈恋爱就好 那时候我们刚在一起的时候 然后斗哥好像是去澳门巡演吧 所以他就不在台湾 好 然后那时候我知道那个 我那时候叫弟弟 很喜欢恐龙 然后我就有一天逛街 然后我就看到一个恐龙睡衣 我就觉得太可爱了 这小孩子穿一定超可爱 我就买了 就很想送给他 然后我就问斗哥说 我买了那恐龙睡衣 那你现在不在 算了 等你回台湾吧 他说没关系 你想送你就去我家 然后那时候家里面是有奶奶 就是斗哥的妈妈 然后跟小朋友在 然后我说这样好吗 他说没关系 你就送个礼物而已 我说好 然后我就跑到他家 然后就陪小孩玩 就送他礼物 然后那时候好像快要 晚上九点了 然后他那个小孩就自己说 他就说 那你可以讲故事给我听吗 然后我说 这此生第一次 有人跟我做这种要求 你知道吗 也不知道该怎么做 我说可以啊 那你希望我怎么做 因为他准备要睡了 他就说那你可以到 他就跑到房间去 然后他就上床 然后跟我讲说 那你叫我坐旁边 对 然后就叫我念故事给他听 他都有指导你 对 他指导我 对 第一次你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做 然后我就念故事给他听 然后他就睡着了 然后他就睡着了 好 后来我想说 OK 那这样应该就 结束了嘛 然后我就 准备要回家 结果一出到客厅呢 我婆婆 就那时候就是 小孩的奶奶 她就突然冒一句话 她说 你不留下来住喔 哇塞 对 然后我想说这家人都还好吧 床编故事完就直接就住了 就直接就直接住下来了 对 而且重点是斗哥 根本就不在 这是重点 只有小哥根本就不在 然后我整个就 他们应该彩排过了 对 然后我就吓到 我就不用 不用 我就走了 然后我就打给斗哥 我就说 你知道我刚刚发生什么事 什么事这样子 然后就换他很惊讶 因为他说小孩 这个小孩他不会随便 谁念故事书给他听都好的人 你看小时候 好可爱 从小学二年级开始 然后他现在十八岁 要十九岁了 对啊 现在变成小帅哥了 对 以前我还吃过饭的 一些小小的 长那么高 听过在你们家里面 你是黑莲的角色 对 其实刚开始斗哥也讲了 他说就是谈恋爱嘛 那看小孩跟你相处很好 那OK 那当然欢迎我进来 家里面 然后那时候斗哥就讲了 因为毕竟还是有所谓的 后妈的这种 所以他希望说 小孩能够跟我感情好 他就说那你来当白脸 那黑脸给他当 我说OK啊 好啊 结果呢 我们在一起不到一个月 我就自黑黑到底 因为我呢 不知道是哪根金 还是母爱太强 还是责任感你知道吗 因为我认识那个小孩的时候 小孩二年级 然后很多时候我就说 你都已经小二了 很多事情 什么餐桌礼仪啊 什么生活习惯啊 我说如果你再不改 那没有机会了 接下来你就中年级了 高年级了 你这样出去怎么办 所以我真的是自黑黑到底 就是他吃一顿饭 我可以念超过一百句 他跟你念喔 对 他给我念 对 最特别的就是他给我念 你不会担心这个全全嘛 他会说你不是我妈 你凭什么念我给你呛回去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原本有下马威 我认识全全没有多久 因为我知道我非常地管他 吃一顿饭我真的念一百句 手放下来 不要出声音 汤匙不要挖那个 不要趴下来吃饭 哇 超多的 所以有一天呢 我就自己跟他说 那时候他好像也才小学 二年级啊 我就跟他讲说 其实有一天我很担心 有一天你长大 然后我又一样在管你 然后你会跟我讲说 你又不是我妈你管我干嘛 你自己直接跟他讲 对 我自己跟他讲 你先锐一次 对 我先锐一次搞给他 我说以后剧情会往这边发展 然后他就知道我会因此而难过 所以他到现在 他对我来说真的是像 天使般存在的孩子 像我们刚刚在一起没有多久 然后他很喜欢玩我的头发 跟玩我的头发 然后就听斗哥讲说 就是除了他妈妈以外 他没有对第二个女人做过这个事情 主要是因为阿姨真的够漂亮 对 没事 是因为这样吗 小男生也蛮有审美观的 是的 是 你有投他的缘 不可能吧 所以我觉得这一路相处下来 是真的很难得 所以那时候你有意识到 你可能会成为一个 后妈的身份吗 继母的身份 我记得我跟斗哥在一起 三个多月的时候 因为小孩他因为离婚的关系 其实他有一些分离焦虑的状况 对 所以那时候我记得 很多时候我都觉得很心疼他 所以我就有跟斗哥讲过 我说我真的有可能 会因为这个孩子 所以离不开你 对 是不是因为他 对 就是一个很好的婆婆 然后刚好把你打包加一 对 因为我觉得 就是让这个小孩 如果再承受一次 就是好像有人走进他生命 然后这个人可能又 离开了或怎么样的 那我觉得这个小孩 真的很可怜 对 所以我问一下王医生 他们的关系这么好 他也接受这样的一个身份 那一般不容易吧 接受爸爸的女朋友 甚至后母的角色 为什么他们可以这么好 你的观察 是啊 其实所有的亲密关系 有两个重点 说起来很简单 第一个就是真心 非常真诚的那种真心的爱这样子 那另外一部分就是一个好的沟通 那这种东西说起来简单 但是所有的继母跟继子后妈 这样子的关系里面 一定会有一条 那一条就是 他不是我亲生的 也就是说我们在各种互动的诠释上面 很容易加上这一句 那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又不是我亲生的 那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那他为什么对我这么坏 因为就是因为不是亲生的 所以他才会对我这么坏 所以当事人很容易 双方都会为了这一条 而去扭曲自己的行为这样子 那常常如果两边 彼此对于这种关系的认知 又不一样的时候 那这个关系就很难自然的发展下去 当开始觉得 要让这个后妈蛋白一点的时候 其实心里面是有个疙瘩的 这个疙瘩就是 我是后妈 所以我要表现得好一点点 可是当你真情流露之后 反而变得更像一个亲妈 然后小孩子多少也会理解说 这个妈妈是真心的 不管他叫什么 他叫阿姨也好 叫后妈也好 这个妈妈是真心的 那自然而然他的关系 就会变得更像是亲生的这样子 OK 所以解药 还在那个真心诚意 真心双方可以感觉得到 小乔很用心 最近刚刚说推出料理包 对 你也是满满对老公 还有儿子的爱 对啊 今天来示范一下 怎么用料理包做好吃的炒饭 耶 好 好 宵夜时间 好想吃料理包 对 这最后也在说有三个口味 那我今天呢 什么都可以选耶 对 可以的 然后我今天就先来用这个 田野红书 给大家试试看 好吗 然后看你自己平常 想要拌饭或是拌面 然后这边有热的水 对 就这样把它放进去 很方便 好了 五分钟后就可以了 对 直接泡就可以了 完全可以隔水加热 然后这五分钟呢 我就把饭跟蛋弄好 好 马上来打蛋 好 打蛋 三颗蛋 好 你这个婚姻生活进步很多 刚刚说大部分都不会 真的啊 现在可以出料理包 对 真的 我跟你讲 这十年 十年可以改变一个人很多 是 真的吧 对吧 你看 好熟人喔 你看 对 然后我加点盐 好 一匙就可以了 好嘞 然后把它倒 你现在是有三颗蛋 尤其是那儿子 你都会觉得这些人 那个怎么搞的 两个小时就饿 对啊 小时候会真的是这样耶 对不对 然后为什么我一看 他会有成就好啊 对 会做番茄肉酱 意大利面就是这样 他就会在 不是吃饭的时间 说他肚子饿 对 然后你就要变出东西来给他 比如说下午四点 晚上十一点这种时间 好 然后打得差不多了 然后我想下多一点点油 好 让它淡 淡滑 淡滑 姿势一百 这一百 这光还轻啊 所以还觉得痛 再重一点就没办法了 我给它热一点点 好 所以平常在家里自己 常常下厨 很长耶 真的很长 试一下 油还没热 可以了 重点是我觉得这个 准备的东西不用太多 对 其实料理是很简单的 东西没有很多 料理其实很简单 火真的不够大 没关系 等它一下 所以直接这样就是油多 我做滑蛋都是加水 就是我今天没有水 我就直接用 我就直接用 所以这个也是个方法 对 可以 对 加水效果会怎么样 就一样 也是嫩嫩 也是嫩嫩 对 就是主要是要让它嫩嫩 好 然后这样伴熟的状态 就OK了 伴熟就好 来 给镜头看看 我把它弄到饭上 就看得到了 对 真的耶 漂亮 亮亮的 油亮 这色子很好 超美的 然后这时候就很简单 我先把花椰菜 先摆在旁边 这是烫过的吗 烫过的 我先摆在旁边 好 光是这个蛋 小乔你好加分 这个蛋可以吧 因为蛋刚看起来很普通 怎么被它煎过以后 就不太一样 就是一定要油嫩 一定要油亮 油亮 很嫩的感觉 对 然后我把一半 这个厉害 好 然后现在很简单 我就是把 料理包好了 这样五分钟就好了 可以的 完全没问题 就这样 然后你们可以 试试看这个味道 因为这个味道是比较 偏番茄味 给你们看 这个是几人粉 一包 一人粉 一人粉 而且料很多 好 而且可以吃吃看 因为我们家小孩喜欢酸 所以番茄味 比较重 比较重 对 好了 完成 这样就好了 烟虫 好简单 感觉这个我有味的 来 葱花来撒一点 葱花不好意思 好香 撒一点 撒一点葱 其实这个就是 精华就在酱 对 精华就在酱 而且给小朋友吃好方便 对 超方便的 对 酱好小朋友 就可以吃很多 颜色好漂亮 幸福 来 请用 好 来 我闻到那个番茄味 真的很浓 谢谢 好吃 真的好吃 这个味道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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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县煮 真的 对 还可以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这个不像是调理包的 对 是吧 很好唬人 很像县煮 对 请朋友来用得到就好 所以今天早上熬了三个小时 对 才有等你们来 对 真的很开心 你们喜欢 很棒 谢谢大家 这个蛋有下功夫 成功 有 这个蛋好厉害 不过有时候吃太多 在婚姻生活里面 一不小心如果身材变形 忧郁了该怎么办 我们先进广告 待会告诉你们 我们先吃 好 海正刚刚这个讲 命运的安排 嫁给香烈十五年的老公 等你等这么久 但是结婚之后 你说你陷入忧郁啊 是啊 因为那时候 你知道我其实那时候 为了就是在歌坛 然后你知道我们那时候 三个女孩子 我怎样 我怎么瘦 也瘦不过那两个 不要跟他们比瘦 所以那时候我真的是 还被送到那个 那个楷沃去学模特 然后去 你是运动人 你比他们健康 我真的一走进去 人家都以为送便当的来了 你知道吗 真的假的 就是很壮啊 因为里面都是那种 竹竿牙籤人啊 对不对 所以我只要一吃点东西 就被人家制止 不能再吃了 这样 所以当结了婚以后呢 然后过了三年 我就当妈妈 怀孕那一段时间 其实是我人生 最快乐的时候 所以我就一直吃啊 就而且我又没害喜啊 我就一直吃 然后很多人看 我说孩子 你不能再吃 你那么胖 我说怎样 我怀孕 对不对 怀孕最大 对 最大就这样 然后变成小孩大 我也大 就整足足大概胖个二十六公斤 然后生的时候胖了二十六公斤 可是我也想说 反正我就是也已经淡出 荧光幕也无所谓啊 对不对 然后可是孩子生完了以后 好像也恢复不太来 然后就是还是那么 就是身材啊 就有点走踪 然后每一次呢 偏偏呢 我这脸又很好认 那每次到什么地方 去人家看到我 就说 你是不是那个 就还真 你怎么变成这样 或是说 你脸都没变耶 什么就这样子 然后其实我就觉得 后来我就觉得很 很不想要 对 很不想要再看到人群啊 然后我就觉得自己封闭自己 所以就常常就会很生气 然后自己就会 不经意地 就是有时候看一下 那种偶像剧啊 其实也没多可怜啊 就可以哭成那样 爆哭这样 然后要不然的话就暴怒 对 然后那时候我觉得 当然你吃的东西的时候 你吃 吃完了又有罪恶感 所以我觉得其实整个心情啊 还有就是我觉得 我那时候其实真的是 非常的低潮 我不太想要见人 我就说 都是你们家养猪的啦 害我都照猪养 然后我就会抱怨啊 然后就是 小孩子看到你也会很害怕 把你倒一杯水 赶快逃掉 不要跟你多讲话 那先生呢 因为 你知道我是嫁到嘉义嘛 那嘉义你也知道 就是大家就是比较淳朴 然后他们就会觉得说 你娶的是明星啊 所以不管是婚伤 她一定希望你的那个太太 明星太太可以出现 可是我那时候真的很不想见人 然后就每一次出去 我就臭一张脸 后来她就会跟我讲说 你如果是臭一张脸 你不如回台北好了 不要这样子 我一听 这句话听了更那个 对啊 哪能这样子啊 拜托我好歹也是一个艺人 嫁到你家 对 可是那时候我觉得 我觉得没什么智慧 到了晚上越想越气 后来就半夜趁半夜的时候 我就把我的儿子一抱 然后我就开车 就逃家了你知道 就是往那个高速公路 就开去不管 也不知道开在哪里 反正就一直哭 然后就一直开车 然后宝贝在睡觉 然后我就一直开车 就开到往那个 往那墾丁那边去 就是要往台东去 因为妈妈在台东度假 然后我就开 就到了差不多 快要天亮的时候 我觉得我有点累 后来我就停在路边 那其实天黑黑的 我也不知道我停在哪里 反正就睡觉 那过一会儿就被我的老公 电话吵醒 他就说你在哪里 然后我就看到前面 我只有看到海 我不知道我在哪里 我现在好紧张 他以为我要干嘛 带小孩去跳河 对不对 跳海 对 还好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放心 你放心 我想要安静几天这样子 后来 因为我跟我的先生 其实我们两个的感情 是很深厚 我们从学生时代就在一起 所以即便是这样 我们不会吵很久的架 我很快就会原谅他 然后他其实也会立刻 就是你在哪里 然后就很快就会来接我们 你们很了解彼此 对 很了解彼此 那这一段比较忧郁的地潮情 你怎么度过专念的 我那时候本来在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以前益能静 方楼音他们还在电视的时候 我真的是又嫉妒又羡慕 然后我就会觉得说 都没有人要听我唱歌 这样子就会生气 可是我的丈夫 就会跑到我旁边说 沒關係 他都没听 我听就好了 这样子 好棒喔 就很甜 然后我的儿子呢 我也看到他一直 他一直感觉上他知道 妈妈为他付出很多 他以前也不知道我是格型 他小的时候突然间有一次 在播我们以前 分音三述的东西 结果就看到电视上 妈妈在那边 儿子就妈妈 妈妈这样子 后来儿子到了以后 才知道我是艺人 然后他也知道我 真的是为了他 然后就这样子 淡出荧光幕 所以其实儿子跟我的感情 很好 那我们三个其实长得 蛮像的 因为我先生他也是体育系 然后我儿子后来也是体育系 对 对 我们都是念体育 三个看起来都是这个 汗臭很好 对 很好 健康的虾仁 那飯都没北吃 也是 对 所以先生其实 你知道我们运动员 反正很多运动员 大家都是 大家其实身材壮硕的 他其实看得蛮适应的 其实是我自己对我自己 好像这样子 在演艺圈一直被比较 然后我觉得我自己 好像没有办法接受自己 但事实上后来 我看到我的先生 然后他觉得 他不管怎样 他还是都是爱着我 他在你身边 对 然后我的儿子 给我很多的鼓励 他说妈妈 我好喜欢听你唱歌 然后他很会称赞我 对啊 好棒喔 对 就是自我价值感重新被建立 是 我发现其实 当我们的眼光不太一样的时候 我们应该要看自己有的 而不是看自己没有的 那有时候我讲 没有我们胖的人 其实瘦的人也没有办法定义 真的 而且演艺圈婚姻生活 像他这么美满的 对不对 相守相爱这么多年的 其实真的 也是算是难得吧 很难得 而且尤其我觉得当时 你真的 你根本没有 你其实到婚姻里面去 有一点是逃避的那个感觉 虽然是爸爸的因素 可是你是从那个受伤 带着受伤的心情 然后逃到婚姻里面去 那但是你忘了一件事情 你一日是公众人物 终生都是公众人物 你看你永远还是到 另外一个环境里面 大家还是放大镜在看你 你没有办法去 所以那种比较的感觉 或者被关注的感觉 又回来了 所以你会很抗拒 你会很不舒服的 没错 所以就是 所以不能用逃的 我还跟人家吵架过 以后去打那个曼苏蕾球 就一个男生好坏喔 他你知道他就跟那些女生 在那边讲 那女生看到球海针就很开心 好喜欢他的歌 我要叫他签名 那男的说 那才不是 你们看错了 你看他的腿 像大象一样这样子 这个人 好生气喔你知道 我跑去跟他讲说 我认识你吗 他说不认识我 我不认识就好 说那么多 人 上帝创造人都不一样 有人高 有人矮 我是高的 你是矮的 所以有人胖 为什么是矮 我是胖 你是瘦的 有人美 有人丑啦 你是丑的 我是美的啦 我觉得这样很好 尤其这样捂着自己 很伤心 很愤怒 还不如就是讲出来 我这样骂完 因为那不是我的个性 我骂完我回家 其实是蒙着棉被我大哭 我更不喜欢自己 因为我不是一个这样子 我很nice的一个人 对 所以我不喜欢那样子的我 所以那时候 重新认识自己 自信心建立起来 也不会想去恭喜别人 没错 因为我觉得 我现在根本就不需要 在乎别人的眼光是怎样 对 做自己就好 我想问王医师 因为他里面也有个 我觉得很特别一个 我们可以学习 他跟他老公吵架 他说一下子就好了 夫妻都会吵架 怎么样越吵感情越好 其实还是跟刚才讲的一样 所有的亲密关系里面 核心永远就是真诚 然后沟通的方式 比如说海胜姐 可能是因为自己 不想被当成展览品 所以才不想出席 丈夫的那些社交场合 可是丈夫如果没有去 catch到这一部分 他catch到的是 你不喜欢跟我在一起 这个时候因为诠释方面 产生了误差 产生了落差 那那个时候彼此的沟通 就出现了问题 可是后来毕竟两个人 有非常深厚的爱 那这个深厚的爱 可以让他们重新再去 诠释彼此之间的关系 我们在做那种 婚姻调节的时候 常常有个很奇怪的现象就是 如果我去问 你知不知道你们另外一半 为什么要提出离婚 几乎九成以上 男生的回答几乎都是 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啊 然后前面不是都还好好的吗 忽然他就爆开了 所以奇怪 我的眼 真的是白眼快翻到背后去了 因为男生的回答里面 有百分之九十以上都是 本来也没什么 觉得没怎样 可是女方那种说法完全不一样 你先可以讲三天三夜 对 不断地累积 不断地累积 所以我是觉得说 直线型的理性型的思考模式 是男生常常做的一件事情 但是这样子会忽略掉 关系里面情绪的部分 这边很可惜 OK 那有一本书 看了听说会对人生 有很大的改变 哪一本书我们待会回头来看 好 我们今天欣赏这两位 婚姻都非常的美满 有一些地方真的可以学习 听说斗哥送过你一本书 斗哥当然十二岁嘛 对 他送你一本书 你觉得对你们的婚姻 帮助很大 对 其实不只是婚姻 因为我们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就讨论过这本书了 就叫《爱之语》 那《爱之语》里面 他把爱其实分成五种语言 那其实这个呢 其实我觉得医生 应该非常的清楚这本书 有点搬门弄斧的感觉 就是过来人 我自己想跟大家分享 那我觉得在这个爱里面呢 你要先了解 自己想要的爱是什么 对 然后再去了解 那你的另外一半 他需要的爱是什么 那第一个呢 就是特别的时刻的仪式感 比如说什么纪念日 情人节对 什么生日 或者是我今天淋了雨 最可怜 然后又被老板烧的夜晚 然后如果你还在忙你的工作 对 这样子 然后我得不到我的安慰 就说你先不要吵 我还在忙 那就毁了 因为这个仪式感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肯定的言语 比如说肯定可能是我爱你 我觉得你很漂亮 或者是我觉得你在什么地方 你做得其实很好 菜烧得很棒 对 这都是很棒 肯定的言语 第三个就是服务 比如说生理期来了 老公会帮你煮红豆汤 帮你买卫生棉 或者你发烧了 他就帮你买感冒药 带你去看医生 或者是做家事也是 做便当也是 做料理也是 然后第四个呢 就是礼物 这就很简单 有些人就是需要 他需要一个钻戒 才能感觉到幸福感 是啊 或者送个花呀 对 花也是 或者是一个Chanel的包包 等等的 这个是礼物 然后第五个就是肢体接触 他特别需要有人摸摸头 抱一下这样子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在一起的时候 我们两个就有 先从了解自己开始 对 那我觉得我自己 比较需要肯定的言语 就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 因为我从小 我的原生家庭 就是我爸妈对我比较严格 所以他们从来都 会觉得我不够好 觉得你可以更好这样子 所以我就有时候就会很需要 老公来肯定我 但批骗我的老公呢 就是他带我十二岁 所以很多事情 他看我就像小朋友 他很多事情都看得比我透彻 是没错 跟宏观的分析 所以他常常就会觉得 我有哪里不足的电影 他就会来提点我 这样子 对 没有说我自己到临界点的时候 我就跟他讲 我说我很需要你来称赞我 我就会自己跟他要求 要求 对 很好耶 你们两个 我知道你们之间非常努力 想要有一个新的生命 二月份你很遗憾 这个宫子失败了 我觉得女人真的好辛苦 就是不管先说 先不管有没有 是做试管这件事情 因为我已经开始在做 试管婴儿了 可是比如说像两位这样 就是我觉得怀胎十月 一直到神 这个过程真的很辛苦 那只是说 我自己之前胎庭 我才知道说原来有很多女生 都有类似的经验 不管是流产或者是胎庭 因为我之前是怀孕到四个月的时候 胎庭 对 你会这么想 因为你跟那个犬犬的关系 也非常好 一家人很好 然后为什么还会这么想拼命 一定要有一个小孩 我们家都好喜欢小孩 那其实我们家最想要 我生的就是刘子权 他非常想要有一个妹妹 他想要弟弟啊 妹妹 妹妹 然后我在之前怀孕的过程 我跟妳讲 他做了三次胎梦 我都没有做过 胎梦是他在做 对 他在做 他梦到的时候 有一天起来跟我讲说 你知道吗 我梦到了妹妹 然后还跟我讲说 他叫刘子爱 爱心的爱 连名字都取好了 然后他说呢 他现在十六岁 然后什么梦很清楚 就说什么 他跟一个年纪比较大的 男生在一起 然后我很不开心 所以妹妹讨假 梦到长大了 真的 他很夸张 这不是只有一次而已 好妙 对 我说刚才讲 女生真的很辛苦 因为有时候 想要怀孕的时候 年纪上有给我们女生 很多的压力 特别你当时怀孕十六周 你怎么调试 那你接下来会有什么想法 我其实 我觉得我最大的调试 有一个就是我觉得 我老公还有我婆婆 他们其实比我更难过 我当下医生宣布说 我去照超音波 然后她说 好像心跳没有在跳了 当下其实我是愣住 我从头到尾都在看那个荧幕 因为我看不出来 它有什么不一样 我们不是医生 我看不出来 然后后来是医生说 那就先这样 叫我先把 就是衣服先换起来 然后一生一出去 然后是我老公先哭出来 他抱着我跟我讲说 你不要再生了 不要再生了这样 对 然后我婆婆那一阵子 每天看到我都哭 她一看到我就是 眼泪掉下来 他们开朗也会哭 对 舍不得你 对 所以我其实因为他们 还有我觉得 也很开心 我因为想被孕 所以我做了自己的频道 所以说真的 就像我觉得 现在我觉得当艺人 我觉得当然有很多的酸民 但凡过来 其实你得到的温暖也非常多 对 因为现在新媒体 所以大家会透过各种方式来 然后我觉得说 我接受到大家那么多的爱 所以我自己现在呢 就是有一个Podcast 叫 勇气妈咪我懂你 就是全部都在聊 有关于试管的这个事情 因为我觉得这些人 可能有些人跟我 好多人都需要 对 而且跟我不一样 我是一个公众人物我可以讲 对 但很多人可能家里面 有家里的压力 他不能说 对 那我觉得 如果没有人懂你 你在这段 试管你的 在吃药或你身体打药 各种心里面 因为荷尔蒙的波动 哇 那个真的是 很难过 很难过得去 谢谢 对 所以我就有这个Podcast 因为我觉得懂这件事情 很重要 我想让所有的 想在这条路上的 女生都知道说我懂我懂 我懂我懂 你了解 大家一起努力 对 真的 就好像说 一起分享 没事 今天谢谢大家的分享 我觉得刚刚的医师讲的 提醒我们也很好 所有的关系 包括排除各种的困难 都是因为爱 真心诚意的爱 那沟通 爱的沟通方式很重要 那这种你就刚刚 今天提出来五个 爱的语言 对 看我们节目 还有两种性格 对 对不起 不好意思 主持人先来 谢谢 大家可以看完这个 我们今天节目 或跟你的另一半练习一下 把顺序排出来 你会发现说不定 你们两个想法差距有点大 互相协调一下 吴吴重语言多多练习 大家一定会幸福的 拜拜 祝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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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